多写的立法题乘上题 好那就一样我们看A写下 心房收缩的时候在这边 心事必定舒张 这句话对 心事收缩的时候 心房必 心事舒张的时候 要换个颜色 心事舒张的时候 是我画红色的地方 心房必收缩吗 我现在打擦擦凉就没有 所以后面这句话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事情 就是心事舒张的时候 心房可能是收缩状态 也可能是舒张状态 所以A的后半段不对 所以A错了 B选项甲阶段 静脉跟心房之间的半膜管比 为什么错呢 静脉跟心房之间没有半膜 静脉汇入心房没有半膜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已经血压很低了 你还有半膜会增加阻力 所以静脉本身有半膜 但是静脉跟心房之间是没有半膜的 你有半膜血液根本流不进来 因为阻力太大 所以这里错在 这边根本没有半膜 好 是有点像甲的初期 心房收缩的初期 半月半开始关闭 现在的大叉叉又是一样的准则 假阶段是心房收缩 心房的收缩与舒张 什么事都不可以决定 所以到底半月半合成开始关闭呢 是 已的初期 也就是心事开始收缩 心事收缩 不对也不对 全部不对 半月半关闭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丙期 应该是丙期 心事疏张的时候 心事一疏张 血液可以下降 动脉血开始想要逆流回心事 把半月半关起来 所以是要改成 在丙的初期 心事疏张的时候 半月半才会关闭 好 朱选项 以的初期 就是心事收缩 房事半关闭吗 对 没错了 果然是心事在决定 心事的收缩 让心事血压增加 压力增加 这时候就把 心房跟心事的房间 关闭起来了 叫做 心房间心事之间的半门 关闭起来了 所以这题的朱是对的 所以 以期发生 房事半关 丙期发生 半月半关 所以朱是对的 都是心事在决定的 好 一阶段 一选项 以在丙期 朱途心事的量 比甲军来多 对 大家你们看这边 我的心事 只要是舒张状态 我现在用红色的 箭头画的 心事在舒张状态 血液就回入心事 那你看这个丙期这么长 所以这时候的回心血 比较多 然后最后回到甲期 心房虽然收缩 把一点点的静脉血 打到心事 但是血液很少 回心血就少很多了 那看到这边 你就知道了 所以心房真的有 存在的必要吗 你一写 少 心房只是增加 你血液回流的效率 但是如果心房不收缩 只是那最后的一点点的血 打不回来而已 它的量不多 主要心 静脉血回到心事 都是丙期 简单来说 心事只要舒张 静脉血自然就会回来了 心事决定一切 心事最重要 而最后心房收缩 一下下 只是辅助性质的 所以这题是对的 在丙阶段 回到心事的血液 比甲阶段还多 好 以上是第八题 第八题还有问题 是 心房收缩 逆流到哪里 到静脉吗 好 会回到静脉一点点 但静脉的后段 又有半膜挡住 所以又要逆流也不会逆流太多 好问题 越大的静脉 半膜越明显 尤其是下腔静脉 上腔静脉本来没有 因为上腔静脉用重力回流 所以你会有半膜的地方 就是那边的静脉血 常常会逆流回去 例如下腔静脉 往上推 因为重力又回来了 你就要卡住 不要让我下去 往上推 又重力往下拉 所以反而是下腔静脉 它的半膜会非常明显 所以关键不是大跟小 关键是那边的静脉 会不会因为重力 而造成血液逆流 会逆流的血管 半膜就会很多 你本身就不太逆流 像上腔静脉 就几乎没有什么半膜 是会不会因为重力 造成回流 才决定你是不是要有半膜 跟静脉的大小没有关系 好 以上是第八题 这就是第八题